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年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介绍完了外部的工作原理 对吧 把咱们以前讲的那些 组成一个外部的构件 咱们都串在一起去了 对不对 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动态网站 和BS结构 或者说是BS结构软件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平台 对不对 但是这些平台 还能涉及到的技术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呢 有 假如说咱说这一半 因为客户端编软件的话 客户端用户使用的是不是就是浏览器 对不对 没什么好介绍的 最主要的开发是开发服务系端 用户请求他直接开键我就想到对不对 所以咱只说这一边 那这一边呢 分别有这么几个 分别有什么 比如说 操作系统 对吧 你服务器肯定按照它的系统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外部服务器 对 外部服务器 对吧 然后还有有没有数据库 对 有数据库 数据库 然后还有什么 是不是还有后台运行的 这些脚本语言呢 对 对吧 还有语言 这样子了 那这几个 怎么呢 咱们并不是说 我做一个网站 外部服务器 这些能用上我都用 挑一个用 对吧 然后语言呢 咱们也挑一个用 收据库呢 咱们也挑一个用 对不对 咱们挑一个多个 咱们都是可以的 那这里边呢 不是说 我随便找一个外部服务器 跟这些就能搭配的 不是那样的 怎么的 需要怎么的 相互很好的 有一个配合的 比如说 这里边 有一些都是微软的产品 比如说微软 是不是出操作系统啊 就是什么 windows 对 windows操作系统 对吧 那微软里边的出的一个外部服务器 微软都出的 对 IIS 对吧 微软出的数据库叫做 Circle 比较好的 Circle 对吧 微软的编程语言是 ASP 对吧 我这括号 C 上 这么讲 你看呀 这都是微软的产品 所以呢 属于一家公司的 他们配合是最好的 听什么 所以通常咱们管这个平台 叫做什么 原来咱们叫做ASP的一个系列的平台 对吧 后来叫做ASP.net ASP.net是ASP的升级 但是语言呢 并不是选用 ASP了 它有可能是 现在是选择什么 C-Shop 对吧 做网站用 性能比ASP要好 因为ASP呢 微软已经宣布废弃了 对吧 但是大学的现在还开这么多课 所以在二三性城市 什么ASP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二三性城招别的不好招人 所以ASP还是很好招的 做网线效果还算可以 但是安全上和性能上这些都不太好 但是做玩小网站还是可以的 知道吧 那这个组成咱们就叫ASP.net的平台 对吧 因为它的一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看到这个组 因为微软的系列 这几个组合肯定是最好的吧 那咱们再看一下 再找一个系列 就是完全是不花钱的 开源的 那操作系统能先找 这里边 咱们经常听过 哪个系统是开源免费的 Linux 对吧 然后外部服务器 Apache 或者是NX都可以 数据库 咱们用MySQL 这都不花钱的东西 对吧 而且很好的东西 然后语言选择PST 看到了 这几个都是开源免费的 也就是你用这几个软件一分钱不用花 你直接可以再网上当到原代码 知道吧 用软件的原代码 然后在你机器里边按照你机器的环境去编译 去配置去组合 对吧 那他们几个配合作为一个网站的服务器端 他们的组合名称取首字母的缩写 是什么 首字母LAMP 对吧 如果有NNJX的话可以LNMP 对吧 就看Y5去选哪个了 然后我们这话 这是这个平台 看到了吧 都是开源免费的 当然是这么组合的 那再选一些最好的最贵的 对吧 比如这里敲最贵的 教性能最强的 比如说 谁呀 UNIX 对吧 UNIX 那是有的时候UNIX 好不好啊 为什么还这么贵啊 我跟你说 它的性能是最好的 为什么性能最好的 Windows 买一张光盘 对吧 我机器能装 为了你机器是不是也能装 然后你的机器是不是也能装 对吧 那这个就是跨平台的 它考虑到各种平台 各种CPU什么事 都可以装Windows 买个光盘是可以的 对 Linix 也是这样的 对吧 我机器能装 你机器能装 你机器也能装 Linix 但是腰那个 为什么它性能很好 它这个系统就针对固定的机器写的 听说吧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机器 硬件性能非常好 对不对 然后 针对我机器的CPU 针对我机器的内存之类的 然后写出来一个操作系统 这套系统的不是说 我把它考虑光盘 随便装机器能装上 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围绕一个机器写的 性能是不好 对吧 所以从来不会死机 特别的稳定 对吧 但它的操作方法上 跟另一个死 就是很像95%的相似度 对吧 所以你买U那个死 不是说买张光盘 我带我回来 帮我机器装 不是这样的 但有这样的版本 基本上都是你只要说型号 就会给你拎过来几个箱子 对吧 一个是装一堆磁盘 一个是机器 机器里面装好的 对吧 它是软硬件结合的 所以想象捆绑式的固定的那种开发 是不是效率比那种跨平台的 要跨机器那种的 要性能要好啊 所以它贵 它非常贵 对不对 所以几十万到几百万的 几乎都有 这种啊 比如说IBM的 惠普的 对不对 比如惠普UX IBM的IX 对不对 这些呢 都是Unix系列 性能比较好 但是它比较贵 那外部服务器呢 那咱选择一个Tomcat吧 Tomcat Tomcat是三构子 当然三公司先被家伙人收购 对不对 被家伙人收购了 Tomcat早期的版本呢 是功能比较单一一些 处理一些大数据的话 不太合适 但是现在新版本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现在一般企业呢 外部服务器 做 GNP的外部服务器都选择什么 Tomcat 那数据库呢 也会选择怎样 最好的数据库呢 当然是 二伙 对不对 加股公司的 对吧 然后呢 Tomcat现在也属于加股公司的 MySQL其实也属于加股公司的 这是做offer对公司的 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然后语言选择什么 JSP Java的语法格式 就是把Java的格式像PV一样 抢到页面里边 然后用Java训练机去解释就可以了 也是一种脚本 它会解释成SURLINE 当然这段数据咱先不说了 好不好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怎么一看就像到一个状态一样 特别的结实 对不对 那种感觉 比如说这里又那个是贵 那二伙也挺贵 对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上大学呢 你们学校如果想用二伙估计的话 那么起价应该是在100万左右 对吧 所以几十万和几百万 就看你根据你的性能去使用 都是不同的 然后这个平台 咱们通常叫做什么 JavaE 以前叫做JavaE的一个平台组合 那现在咱把这些操作系统 是不是就分成了三个组合呀 ASP.NET 对不对 然后LAMP 然后J2E 对不对 那这几个各有优缺点 对吧 那就找一个坐网站最合适的 那目前最合适的是哪个呢 RAMP 对吧 但是有的说 最好的不是这种意义吗 我选它 那各方面成组都比较高 就要比如说 比如说我可以用三星的手机 妹子可以用什么 苹果的手机 对不对 一样打电话 对吧 但是苹果的手机感觉是比较好 但它是不贵呀 对吧 所以要根据各种情况 咱们去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 选择哪个平台 当然了 咱们现在是以学习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以学习者的身份 你要看哪个好学呀 哪个好就业呀 哪个好创业呀 哪个容易实现公司的内部系统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呢 咱们对于这三个平台的详细的对比介绍 咱们在下节课 咱们会详细下来介绍 好吧 那这几个咱们就总结出来什么主流的外部应用平台有哪些 记住有三种形成一个什么三足顶利的一个状态 不能说各自占33% 对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通过CGI用细元写的 对不对 底层等级 根据普通架构有不同东西 但是第三种形成是主流 听什么 啊 企业选择哪个 咱们下节课再详细的介绍 好吧 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